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该死的家伙 咱们政府一年花那么多钱 就像这几个烂人就那个样 昨天吓得一直发抖 你说在这块 天天就在这块 造我们领导的谣 造我们国家的谣 一句中国人好不说 真丢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的外国人看不起 都是让这帮中国人搞的 没那么多老外什么 他们懂啥呀 我身边的这些人 跟我去的这些人 这都是老外十几个人 都是警察FBI的人 都是美国的检察官 他们吓得哆嗦 对我们中国人 对我们中央领导 天天骂呀 就那个西诺写的领导的 什么私生活该死的东西 烂死了 我昨天看了以后 我真是有点侮辱我 你说我跟他见什么 这种人你说 这有什么 那跟他见的 我这点后悔 你说你等着吧 就大家看着啊 我把这几个家伙给它撂倒 替国家领导人出口气 这帮家伙太坏 身为中国人 住在呢 也住在迈哈顿也不来 天天待在那个flashing 待在那个地方 然后猫在个小破屋里面 就几个人 就在这块边瞎话 边的瞎话 全是就说中国坏话的 没有一句中国好话的 攻击我们中央领导人 那美国哪个 哪个领导人 他没有什么私事啊 哪个没有啊 拿着我们领导人 在那攻击 反正不说中国人 一句好话 中国人啥都不是 都该死 所以这帮人啊 必须得收拾他 所有工作人员 都在国内啊 然后呢 收钱在国外 美国税也不交啊 然后呢 在美国这边 搞一个什么 民主基金给他弄钱 欧洲民主基金弄钱 这些人啊 真是 现代的大罕见 所以必须除止啊 等我回去的时候啊 给大家发信息 咱们一起喝酒啊 我得立点工再回去 我回去之前发信息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